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出任奥运会资格系列赛 上海推广大使 网友 他是正能量艺人 奥林匹克运动会官方在今日发布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 宣布了这项激动人心的消息 文章写道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战即将在5月16日至19日盛大开幕 而王一博将作为此次盛会的推广大使 用他的影响力和热情 为即将到来的体育盛宴注入更多的活力与期待 这一消息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 网友们纷纷留言 表达他们对王一博的祝贺和期待 有人称赞他是正能量艺人 有人表示要和他一起为运动健而加油 还有人预祝奥运会的顺利举办 这些热情的留言如同一股股暖流 传递着人们对王一博的喜爱和对奥运会的期待 王一博 这个名字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代表青春 活力与梦想的符号 他自2014年以男团UNIQ组合主05身份出道以来 便在演艺歌唱主持等多个领域展现出了不凡的才华和魅力 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 更以其阳光向上的形象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和尊重 作为一位摩托车职业赛首 王一博更是将体育精神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更快 更高 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成为了无数年轻人心中的榜样和偶像 此次成为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战的推广大使 对于王一博来说 不仅是一份荣誉 更是一份责任 他将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热情 为这次盛会增添更多的色彩和活力 他的阳光形象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也必将成为这次奥运会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让我们与王一博一起 为运动健儿们加油 为奥运会的顺利举办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让我们共同期待 王一博将用他的魅力和热情 为我们带来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奥运夏天 明星娱乐资讯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怎么又是王一博 感叹号 今天下午 奥林匹克官方账号发布一条信息 任命王一博为奥运会资格系列赛 上海推广大使 什么是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呢 原来想要参加奥运会 得先取得参赛资格 而奥委会官方仅仅指定了上海和布达佩斯两个城市为资格赛主办地 如果说此前王一博担任北京冬奥会推广大使 亚运会推广大使 都有中国是赛事东道主的优势 那本届巴黎奥运会居然又任命王一博来进行推广 那真的是让小编震惊了 然而小编在仔细梳理了王一博的履历后 不得不说 这项任命太适合了 首先 从知名度以及流量方面来说 王一博是当之无愧的大流量 虽然并没有在国际上发展 但丝毫不影响它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其作品《我的朋友》多次参展入围 国际电影节 电影《无名长空之王热烈》 均在英美俄澳日韩泰等全球播出 反响颇佳 综艺这就是街舞野火爆亚洲 乃至欧美 其次 从个人标签来说 很难找到一个像王一博这样 积极参与多项体育运动 甚至成为职业赛车手的明星了 提及摩托 滑板 街舞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近年又增加了高尔夫 网球等爱好 可以说 运动系明星 王一博排第一 最后 能多次成为推广大使 小编认为他的个人形象 非常正面积极是分不开的 从他新疆棉事件主动与耐克解约 河南水灾深入前线救灾 就可以看出他以身作则 让流量成为了正能量 综合上述要求 小编发现确实没人比他更适合 也非常理解澳委会为何选择王一博来进行推广 确实 也只有王一博 最后小编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 奥运会官方账号早在多年前就转发过王一博的微博 称期待在北京冬奥会和巴黎奥运会上能看到你 果然 面面不忘必有回想 王一博越来越优秀 也成功出现在了北京冬奥会和巴黎奥运会上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